Hello 大家好,我是Kenny 今天要给大家分享来自天邦TOPC的这一块 搭载了AMD Ryzen 97940HX 1X版处理器的MOTD ITX主板 开头先说结论 它确实有一定的选购价值 只不过适合的群众也确实比较小众 而且还存在一定的可进步空间 但它也确实有着其他同类型主板 又或是迷你PC无法做到的特点 具体是什么,这里先按下步表 今天的节目将会和各位好好分享 在开始正式介绍这块主板前 先来和各位科普什么是MOTD MODT的全称为Mobile on Desktop 字面意思自然就是将移动端处理器集成在桌面端PC 而MODT这个名词的发起者 你们可以猜猜看是谁 没错,就是我们最熟悉的Intel 早在近20年前 Intel就推出了MODT这一套方案 将Pandium M集成在家用主板上 以家用PC的形式出售 也因为Pandium M本身更为出色的能耗控制 最终的确也取得了还不错的结果 而日后推出的Core系列处理器 以及经典的Core多多系列处理器 也都是获得了MODT的启发 而衍生出来的产品系列 而我之所以会说那么多 最主要是要纠正不少人觉得这类型的主板是属于魔改的范畴 但其实最早玩出这一套的就是Intel自己 甚至连最经典的NUD也算是MODT的类型之一 也因为如此 Intel自己其实是承认这套方案的 所以也应该来说不算是魔改 只是将方案调整成适合DIY玩家受众的形式 我这次来到的是天邦TO PC推出的ITX主板 本身搭载了一块AMD Ryzer 97940 HX-EX版处理器 也就是所谓的测试版处理器 在开顶盖的均热板也能看到芯片标注的名称 为AMD Engineering Sample 100-0000945-50Y 本身搭载了电视架构8核心16线程规格 频率本身规格也不低 最大锐频可以达5.2GHz 但L3网组为16MB的规格 而非桌面端Ryzen系列标准的32MB 主要原因也是Intel端的7940 HX 是内置了一颗才有12CU的Radio 780核显 而且频率可达2800MHz 因此理论上7940HX对标的是同为APU的Ryzen 7 8700G 对比了一下 可以发现规格真的十分接近 另外除了7940HX-EX版以外 天邦也还有稍微便宜的 7840HX-EX版的版本 拥有和7940HX相同的核心规格数量 唯独CPU和核显频率个别烧地100MHz 这样看起来好像7840HX的性价比会更高一些 但你们以为只有这两颗CPU的差异只有那么一点吗? 那你们就真的突样突心本了 7940HX本身是支持AMD的Xport记忆体内存超频功能以及PPO2降压功能的 而7840HX是完全不支持Xport以及PPO2的 这下就很有意思了 在自主DIY装机形式下 只要能够提供更好的散热 那么7940HX的性能上限是绝对比起7840HX明显高出一截 因此相比之下 竟然都打算选择这类型的主板了 那么我会更加推荐794.HX 它的可玩性会比起7840HX多出不少 要在处理器上的是这块带纠热板的全铜导热片 同时主板也采用了标准的AM5原厂扣具与螺丝孔位 能够兼容常规AM5平台的散热器 然后是IO接口的部分 前置是一个5G的19bit USB 3.0接口 后置则是给到了两个满选的HDMI 2.1和一个DP 1.4A接口 USB接口则是给到了6个分别为4个USB 2.0以及2个5G的USB 3.0 网络接口则是给到了两个Intel i226V的2.5G网口和一个M.2的WiFi卡槽 音频接口则是标准的3个3.5mm接口 IO接口我个人觉得有非常多可优化的空间 其中最大的缺点是在USB接口部分 除了完全没有吸口的配置以外 高速USB接口也只提供2个5G速率的接口确实有点寒酸 另外多出来的HDMI接口和2.5G的网口 我个人觉得适合这类型的主角非常窄 而且一般也不太需要用到7940HAS的性能 因此我更喜欢可以砍掉多出来的这两个接口 换上更多的USB接口 哪怕是只多一个10G的USB-C口 我都觉得比起现在这样哪边都不讨好的设计好很多 强烈建议添包在之后的产品 可以着重优化好这部分的缺陷 主板过场接口的部分 对比起主板本身的IO接口设计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给到了一个PCIe 4.0x8的X16插槽 以及两个PCIe 4.0x4的M.2插槽 个别分布在主板的正面和背面两端 均支持最长2280规格 操作接口则是给到了4个 扩散性部分由于受到了7940HX处理器本身的限制 显卡插槽只能提供X8的速率 是没办法改变这一点完全能够理解 不过PCIe 4.0x8其实也足够目前市面上绝大多数显卡的性能发挥了 两个PCIe 4.0的M.2也给到了非常充足的扩展性 4个SATA接口也完全足够一些大容量硬盘用户的需求 因此不论是在数量、位置设计等 我都觉得是完全合理并且符合绝大多数用户的需求 而这颗CIO接口不增弃 要是也能够做到这个份上就非常完美了 当时和各位分享完这块主板的规格与配置 接下来就是要进行性能测试了 测试采用开放式平台散热器是AMD RISPREZEN 记忆体内存是INRAID WDDR5 PRO 5600 16GB X2 马甲套条 首先来看看散热表现 在开放式平台搭配AMD RISPREZEN 出厂默热54W功耗下进行IDA64单烤FPU 10分钟后CPU Package的温度为61度 温度表现可以说是非常亮眼的 不过仔细一看可以发现此时的功耗仅有45W左右 通过IDA64的烤机温度曲线 可以发现在进行约2分钟后温度会有明显的下降 应该是默认BIOS的PRE功耗设置在45W了 进行复测后可以发现烤机进行到1分钟后 功耗确实是维持在54W的 此时的温度显示是在67度 表现还是挺稳定的 就是默认BIOS设置是无法常驻维持在54W 这点要特别注意 然后是Cinebench R23理路性的跑分 单核得分为1781 多核得分为17508 对比起常规笔记本状态下的7940HX表现明显更好一些 另外在3DMark Tanspy跑分测试下 CPU得分为11404 而图形分为2972 再来我也稍微测试一下这颗7940HX ES 搭配RADIO 780M核显在一些游戏上的实际表现 首先是射击游戏CS2 在1080P分辨率低画质设定进行创意工房的Bashmark测试 最终获得了平均159帧 1Lod 100帧 接着还是射击游戏决定95PUBG 1080P分辨率上高画质设定回放一场22分钟左右的游戏局 最终获得了平均85帧 1Lod 61帧 再来是DOTA 2 1080P分辨率最佳画质设定进行一场TI13职业比赛第一视角回放 平均帧为70帧 1Lod 43帧 然后是进行两个3A游戏的设施项目 首先是Cypherberg 2077 分辨率为1080P 画质采用预设Steam Deck设定 这个画质设定是开启了FSR 2.1平衡档的 通过游戏自带的Bashmark测试 最终获得了平均47帧 1Lod 29帧 最后一个游戏是黑神话悟空 同样是1080P分辨率外加低画质设定和50%TSR超采样 最终获得了平均63帧 1Lod 54帧 正是在游戏里进行第二章节的实际游玩 大部分情况都能够维持在60帧左右 从上述几个游戏设施来看 最终的游戏体验只能说勉强凑合 不过只要不计较画质表现 大部分游戏在1080P都能够实现60帧左右的流畅体验 但要记得这只是一个核显而且记忆体内存频率仅为5600MHz 我觉得有这样的性能表现算是超出我的预期了 给各位大致了解这颗Ryzen 9 7940HZ ES原生表现下的性能 接下来就是要进入到比较好玩的环节了 还记得我前面介绍过这颗7940HZ ES处理器的时候 就骑到了7940HZ 与7840HZ 进阶的一些差异吗 而刚好填棒的负责就发给我了这块主板的最新BIOS 在我给这张主板升级了BIOS之后 有意思的东西来了 居然能在主板内开启PBO功能 而且是完整包括Curve Optimizer PBO2 的所有功能 这就很好玩了 同时新版本能BIOS也能够直接设置记忆体内存频率和时序 不需要另外折腾了 当然我这次并没有去调整高频的内存频率和时序 还是以原厂的5600MHz来进行 原因是我也是测完全部数据后 才知道7940HZ能开启Export并采用6000MHz的频率的 所以也就没另外花时间测试高频率记忆体内存下的表现了 而PBO2的设置自然就是我的强项了 最终在我一顿手动输入功耗墙和电流墙 以及各项PBO相关的设置 同时开启Curve Optimizer负压权和负25 总算是能将这颗7940HS-EX的PBO设置给完整调试完毕了 另外还是要提一嘴 虽说主板是能够直接设置PBO2 功能和记忆体内存超频设置 但毕竟是采用传统的公版BIOS界面 操作门槛还是比起常规主板更加高一些的 所以末日5600MHz频率的记忆体内存测试 也算还是有参考价值的吧 调试好PBO2 设置之后我也进行了完整的装机演示 我将这一套配置装在了Friendly的Terra IT的机箱上 散热器替换成了九州风生的AN600下压式插热器 除此之外我还加装了这张汉逊的DHRF7700XT显卡 来看看搭配PCIe 4.0x8的表现 同时我也拿出放在仓库已久的海域XPX750电源 最终将这套配置给装好来看看它的实际应用表现 在CNBash R23跑分测试下 开启PBO2的7940HS获得了单合1868分 比起桌面板的Ryzer 5 7600X略高 稍低7700X 多层跑分则是直接来到了19279分 已经十分接近7700X的表现了 对比原本全默认54W模式则是提升了10% 看来解锁了功耗强搭配3PBO降压后 性能确实有非常大幅度的提升 接着前往的AIDA64单烤FU温度测试 在进行考虑10分钟后 CPU Package温度来到了86度 功耗为68W 对比默认54W模式下 全核心频率从4.1G一跃提升到4.8G 但功耗只从44W上升到了68W 可见即便是1X处理器 调试好后的能耗比还是相当优秀的 然后是3DMark Tanspy测试 来看看RX 7700XT再搭配7940XX和PCIe 4.0x8 与搭配7700X和PCIe 4.0x16下的差异 最终设施的图形分为17137 和搭配7700X下的差异不到1% 基本算在误差 因此即便是带宽只有PCIe 4.0x8 性能的影响基本忽略不计 甚至是几乎没差 当然如果是搭配RT409这个级别的显卡 或许会有一些些差异 但我不觉得有多少个会选择这套方案的用户 会搭配RT409来使用就是了 最后就是游戏实测了 我一构是测了9款游戏 并且都进行了1080P和1440P两种分辨率下的测试 每款游戏测试的画质都会采用符合 大众日常游玩游戏时采用的画质设定 比如3A游戏则是尽可能将画质给开高 而电竞游戏CS2则是采用低画质 决定就是怕剧都会开启三高或者三极致等 至于为何3A游戏不采用低画质设定 主要这次的测试并不是围绕处理器评测来进行 而是MODT主板方案是不是能够取代一些常规的版优套装 因此我个人还是觉得应该符合多数人的实际场景来测试 同时为了有个标准对比 我也拿出了之前测试过的Ryzen 77700X搭配同一张RX7700XT进行测试 当然记忆体内存选择上7700X这套是明显有优势的 至于为何不统一记忆体内存频率嘛 确实是我的失误 所以要和各位说声抱歉 首先来进行网游测试 在CS2 1080p分辨率低画质设定下 7940HX与常规7700X的帧数差异还是相当明显的 差异甚至超出了30% 而相分辨率提升到1440p后差异有所缩减 但还是有22%左右的差异 这个情况不单单是CS2 后面几款电竞游戏也有类似的情况 比如DOTA 2 1080p最佳画质设定下 平均真的差异幅度也有30%左右 切换到1440p也有20% 和CS2的情况类似 绝地球是PUBG的情况也很接近 1080p分辨率三极致画质设定下差异来到了36% 切换到1440p也还有28% 是所有测试游戏里差异幅度最大的一款 到这里之所以会有这样的差异 主要还是处理器的L3缓存容量和记忆体内存性能上的差异 天生L3缓存砍半加上又是搭配上5600MHz的记忆体内存频率 造就了在一些电竞网游上的影响特别明显 尤其是JD90PUBG这类对记忆体内存性能特别敏感的游戏更为明显 接着切换到其他类型的游戏测试 先来看看MMORPG最终幻想14的表现 在1080p分辨率高画质设定下差异缩减到10% 而将分辨率进一步提升到1440p后差异更是只有5% 再来是3A单机游戏的测试 在黑神话悟空1080p超高画质设定 差距也就只是控制在9% 切换到1440p则是7%左右 然后是赛佛分割2077 1080p分辨率最高画质设定下差距不到1% 基本为误差 切换到1440p的差距是1.3% 也算是误差范围内 再来是幻野大标克2就数 1080p最高画质设定下差距为11% 1440p分辨率则是7% 而在极限竞速dpc5的测试里就非常有趣了 1080p最高画质设定下差距为2% 但是是7940hz的表现更好 切换到1440p分辨率也是有3.6%的差距 同样也是7940hz的表现更佳 也是众多游戏里唯一一个7940hz的表现更好的游戏 不过这点差距也算是在误差范围 最后是古墓烈影暗影 1080p分辨率最高画质测试下差距来到了11% 提升到1440p分辨率则是5% 在更吃显卡的单机游戏测试里 7700x和7940hz的差距就没那么多了 当然肯定会有人说显卡都吃满了 当然没什么差距 但是我几乎是将画质开到最高档 理论上绝大部分游戏都是把显卡性能给吃满了 却还是能够看到有个别游戏存在一些明显的差距 因此我觉得这样的测试是更能够让玩家判断 在某一些游戏上的表现而自己应该如何做选择 而不是盲目的妥协 刻意让处理器的性能尽可能发挥出来 因此你们觉得这样的测试方式是不是能够更加理解和参考? 欢迎给出你们的观点 最后来整理天邦这款Ryzer 979-40HXEX处理器的MODD主板的优缺点 首先处理器虽然是ES版 但体验下来基本和正式版没有区别 目前也暂时没有出现什么明显的bug 感觉天邦应该是有筛选过这些ES处理器 只采用那些稳定性无线接近正式版处理器的批词 然后就是处理器本身自带非常大的可玩性 不论是解锁功耗墙又或是完整的PPO2功能 甚至还有记忆体内存超频 对于喜欢折折的玩家的确是能够给到不少的乐趣 再来就是相对比较完整的扩展性 给那些暂时想要用这核显过渡 日后再买独显使用的人有着比较好的体验感 加上提供了两个PCIe 4.0x4的M.2插槽 后期升级空间也非常足 当然优点不少缺点也很明显 最明显的缺点就是处理器无法替换 日后是无法升级处理器的 加上本身是移动端的处理器 设计规格自然不是为了桌面端用户 因此比如要上缓冲坎半以及PCIe 4.0x8这些缺陷等 自然是无法媲美主流的桌面处理器 而且还是ES版处理器 稳定性保障也肯定比不过正式版处理器 但其实我觉得这个缺点影响并不大 我个人觉得最大的缺点还是 Io接口布局真的有点太cool了 完全感受不到这是一个Ryzen 9 7940HX所该有的结果设计 仅仅最多3个5G的USB接口真的有点太寒酸了 最后就是BIOS了 公版界面的BIOS的使用门槛确实高很多 很多功能都是长得比较隐秘 不习惯的朋友需要一定的时间去适应 加上也没有加载设定的功能 万一BIOS设定过于激进导致无法正常开机 清晰MOS后又得一个个重新调整还是比较烦人的 就包括清晰MOS的方式也比较麻烦 总的来说 添拌了这款MOTT主板定位还是比较特殊一些 它还是比较适合那些发烧友的选择 在完全理解自己的需求的同时也有一定的折腾能力 那么这一套MOTT主板的选购价值 确实会比起一些常规的版优套章实惠不少 至于和今年大乐的一众Mini PC对比 我是觉得两者完全不是在相同的赛道上 Mini PC更像是为了新手小白所搭建出来的方案选择 新手小白们可以从大众市场中挑选适合自己的方案设计 然后买回来自己使用就好 不需要折腾 但同时也没有什么折腾的空间 而自由度对比起传统DIY PC还是更为保守一些的 而MODT主板则是更加贴近DIY PC的选购目的 有着比较高的搭配自由度 加上折腾空间大 可玩性确实也丰富不少 另外对于EX版处理器较为反感的朋友 天邦其实也有提供正式版处理器的选择 当然价格就相对高出一些 至于值不值得就看个人的选择了 而这款MODT主板其实还有其他的玩法 只是碍于这次的篇幅内容有点长 这部分我就留在之后结合另一期的内容再和各位分享 那么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所有内容了 非常感谢各位观众朋友们的收看和支持 也希望本期的节目内容会对你们有所帮助 喜欢这期影片的朋友不妨点个赞 而新来的观众如果能够点击旁边的小铃铛那就更好了 那今天的节目就到此为止了 我们下期影片再见